人闹齐了就开始吧 公车令 昨日司马门是你当职吧 正是下官 那司马门之事 只有你公车令最清楚 请仔细说说吧 昨晚下官正在直访小气 突然听到外面有喧闹声 便赶紧出去查看 原来是司马院署 驾车要过司马门 被守卫拦住了 是司马朗驾车 是 当时司马朗和平原侯 都喝得醉气熏天 下官便多劝了几句 这是司马门 无诏不得善入 平原侯当时一听 是司马门 便立刻命令司马朗 调转车头回去 奈何司马朗已罪得太深 静止编马闯了进去 不是这样的 大王 不是这样的 我是被冤枉的 大王 大王铭剑 对不起 对不起 崔身所言 是真的吗 儿子当时喝醉了 只不过 确实记得 是司马朗驾车 送我回去的 文忠 你知道该怎么办 是 来人 在 把司马朗打入大理寺 是 大王 我愿意忘啊 大王 大王 我愿意忘啊 都出屋子吧 大王 子桓留下 大王 父亲有何吩咐 此案如何审理 你可有想法 是非取之 大理寺自有决断 父亲也会秉公办理 儿子的想法并不重要 大王 司马朗是司马懿的大哥吧 是 秉公办理 不好办 是 你说吧 是不是你跟司马懿 两人串通陷害批元侯的 闯司马门的不是我 宗马指导的也不是我 好好想想 想想你爹 想想你的妻儿 老年丧子 幼儿失户 他们是什么感受 我可以带住手果 但是 我不能连累无辜